條件複句 各位同學,今天我們學習的是一種複句的句式 條件複句 我們看看以下的兩句 一,如果你同意 我們明天就一起出發 二,只有他的幫助 我們才可以度過難彎 以上這兩句是分別屬於什麼複句呢 第一句是 假設複句 前面的分句假設了一種情況 後面的分句是出出假設的實況 會出現什麼結果 第二句是條件複句 前五句是提出條件 他的幫助 後句出出 結果 我們可以度過難彎 那大家可不可以概括這樣 說明出條件的分句的意思嗎 條件複句 其實 是自一個複句之中 前一個分句提出了條件 後一個分句出出在這個條件下 所產生的一些結果 條件 條件分句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特定條件 分句提出特定的條件 必須要符合這個條件 才會產生預期的效果 常用的關聯詞是有 只有 除非 才 只要變 走 我們可以看一下以下的例子 除非你加緊練習 才來迎頭趕上 二 只要有毅力 我們就一定可以登上獅子山 一種是特定條件 第一 就是你加緊練習 第二的特定條件 是有毅力 如果不符合前面的條件的話 就不會出現後面的結果 另一種是無條件的條件 就是前面的分句 先排除一切的條件 表示任何條件下 都會出現同樣的結果 上用關聯詞就是 無論 不論 都 不管 都 盡 例如就是 一 無論任何題目 都難倒他的 二 不管他用什麽計算 收端都不會受騙 第一句 表示 是 特定條件 表示任何類型的題目 他都能夠達到的 第二 是表示 任何詭計 都不會令 收端上當的 現在考考大家了 根據以下的題目 故事中所提出的關聯詞 把單句 改成為條件覆句 一 我們信心實足 王老師出現 用只要 走 二 他到哪裏 我一定不會走 到他 無論 都 用這兩個 連接詞 做一個覆句 這個就是 答案 大家可以看看 特定的条件就是黄老师出现 无条件的条件就是 无论多到哪里 我们都一定会走到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